在这一根雪糕动辄几十块钱的年代 你最怀念的是童年的哪个冰淇淋呀 我最怀念的必须是这个雪糕界的鼻祖 三色杯 以前就爱它三种口味一次到位 觉得它入口极化 冰爽顺滑 现在 学会了看这360度的配料表 才发现都是假滑 那不如自己来做个升级版的三色杯吧 顺便还能搞点副产品 让我们先从久违的万能公式开始 百变冰淇淋 叶等于蛋黄加糖加牛奶加奶油加叉 公式基础应用原味冰淇淋 锅里丢三个蛋黄加糖 牛奶用微波炉叮到烫手的程度 少量多次倒进来 开小火 一手垂直拿刮刀 一手拿温度探针 按照蓝带标准手法 在锅中画八字阵 等数字调到83到84度时 立刻关火 再咻一会儿 提起刮刀 划到纸印 酱汁浓稠 不会低落 恭喜你 手动完成巴士杀菌 获得一份英式奶酱 这时我仿佛听见有人说 可我没有温度计呀 那就这样隔水开小灶 可以有效避免蛋花汤警告 最后倒进冷奶油 一起锅个山 能让温度迅速降起来 做好的冰淇淋液 最好还是贴面风膜 放进冰箱熟成一叶 能让风味更加成熟 提问 从冰淇淋液到冰淇淋 需要加入什么原料 如果你有冰淇淋机 到这里就可以全聚中了 很遗憾 我没有 那就来个两步走 第一步 冷却浓稠的冰淇淋液 用打蛋器高速打发 两三分钟 到体积膨胀 颜色变浅 和你一样虚胖的样子 贴面风膜 放进冷冻三到四个小时 第二步 冻到这种薛定饿的凝固状态时 打蛋器盐盆壁刮一圈 再用高速打一两分钟 手动模拟冰淇淋机的低温搅打 把空气注入其中 装进容器 冰箱冻印 吃之前室温放个五分钟 微微回软 再挖个球 在原味冰淇淋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地 获得各种口味的冰淇淋 比如一点糖和抹茶粉搅匀 用原味冰淇淋液分次稀释 锅筛 再进行两步走 就是清新回甘的抹茶冰淇淋 比如煮好的饮奶 先分次筛入融化巧克力 用刮刀在盆底画圈 搅匀 再分次倒入冷奶油 画圈搅匀 贴面风膜 来个两步走 就是香醇浓郁的巧克力冰淇淋 再比如树莓打成泥 加糖熬成酱 直接加到冷却的冰淇淋液中 就是比草莓更酸甜粉嫩 这个得调整一下比例 树莓酱也别太稀 两步走 来 酸甜粉嫩的树莓冰淇淋 弹幕告诉我 你最喜欢哪个口味呀 各种口味的冰淇淋都齐活了 但最大的难点来了 这三种颜色 是如何做到颜丝合缝 又界线分明的呢 直到看到这个视频 唉 机器壁暂时没有了 但身为干犯人 我有这个呀 Round 1 搅打两次的冰淇淋 快进来 好像跟我想象的有一点差距啊 Round 2 横着搞不定 那就竖着来 牛顿告诉我 可以用重力 操作太慢 楼上就上水 有点严重啊 Round 3 不要慌 用刮刀修修蝙蝠 抹抹皮肤 三色杯的样子 呼之欲出 其实呢 万能冰淇淋夜公式 就是基础因奶酱 加上各种调味 因为蛋黄的融入 原味冰淇淋比原版更黄了一些 但口感也更加醇厚绵密 原味的香浓 树莓的酸甜 巧克力的醇厚 三种口味 一次到位 入口即化 这次是真真顺滑 做完冰淇淋 蛋清还能做个副产品 我把平底锅饼干里的蛋清面糊 调整了一下比例 搅到光滑细腻 再选个趁手的工具 完美冰淇淋蛋筒 GET 三色冰淇淋 这样吃才最妙嘛 做完蛋筒 我还剩下了一点蛋清 所以下期 有人想吃双瓶奶吗 微波炉做的那种 我是贝果 记得关注我 你怎么会做呢 我去叫你 这种途子 我可以用来的